现在的电视剧吻戏是少不了的 而如何拍出符合剧情又好看的吻戏是有一定难度的 尤其是有些吻戏要在公共场合拍摄 对于演员来说挑战起来是很大的 近日有网友曝光了一组由杨子和徐凯主演的电视剧《成欢记》的新路透 而且这次路透竟然是吻戏路透 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从路透可以看到当天杨子身穿浅色西装外套 搭配黑色长发出镜 整个人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明显瘦了很多 而徐凯则是身穿一身黑色西服套装 搭配露额头的发型出镜 整个人身子挺拔十分帅气 当天两人拍摄的是室外吻戏 只见两人并排坐在一起 先是杨子起身侧过来 主动双手抱住徐凯的肩膀 亲吻了一下徐凯 快速分开后又忍不住再次清理一下 然后又迅速撤回 看到杨子这一举动的徐凯先是愣了一下 之后又非常霸气的把已经离开了的杨子拉了回来 扶住对方的脑袋上演了霸总的回吻 吻完后又迅速放开了 双方表情一脸淡定 观看两人的动作会觉得很甜蜜 但看两人的表情却又很淡定 所以很多人也很惊讶 到底是什么剧情 细细 这一段吻戏路透其实是两人在走戏 并不是正式开拍 所以动作看起来很甜蜜 但表情却淡定 不少网友评价两人就像是无情的走路机器 不过观看这段路透也是可以想象 剧正式播出的时候 画面应该是非常文美浪漫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两人拍摄吻戏的场景 是在上海的双层大巴上 整个是露天的场景 而且就在大街上 身边不仅有很多的工作人员 还有很多网友 也发文偶遇了两人拍摄的场面 可想而知 这段吻戏拍摄起来也是难度比较大的 应该有不少人围观 不少人都感叹 演员的信念感实在是太强了 不仅是拍摄的时候有很多人围观 还有沉浸在情绪中 实在是挑战很大 据悉 陈欢姐已经拍摄一段时间了 网传将会在9月份杀青 而看到这段路透之后 也让大家愈发的期待了 还记得这部剧刚刚官宣时 徐凯的粉丝是一万个不愿意的 该剧改编自舒逸的同名小说 原著是一部女性成长史 也就是说 女主必定是一番 而且在原著中 女主前半生是有一个男友的 后来 后半生因为继承了家里祖母给的财产 前半生取悦别人 后半生有钱了 让别人来取悦自己 跟男主相遇也是有钱之后 所以男主戏份不多 属于一个乡边男主 也正是因为男主戏份少 徐凯粉丝才一万个不愿意 徐凯去接这部剧 觉得他现在的地位 去接一个挂奸二番男主 摆明是在自降身价 而且该剧主打女性成长 所以对徐凯的加成并不会很大 粉丝奉劝徐凯团队 没有好剧可以停下来休息 感受生活 好的演员是靠着一部部剧 累积出来的口碑 但毁掉口碑的同时 也只需要一部剧 徐凯最近播出的三部剧 似乎水花都不大 搭档胡林纳扎的 雪英领主毫无波澜 包括跟杨幂合作的 爱的二八定律 感觉都对徐凯的事业 没有什么帮助加提升 如今看来 两人之间的化学反应 还是很有看头的 再加上杨子的妄夫人设 相信这次徐凯也能小抱一波 值得一提的是 早前之前 徐凯的老板余正 就在录节目的时候 公开表达过自己对杨子的欣赏 一直告诉徐凯 要是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跟杨子合作 如今机会来了 相信也是余正帮忙牵线 对于粉丝的反对 估计余正也不会听取意见 因为杨子的剧 基本上都会爆 最后 哪怕徐凯的戏份再少 也或许比他拍更多的剧 更有效果 说回承欢记 事实上 承欢记除了杨子和徐凯 所带来的超高曝光率外 剧集本身的实力 也是非常的强劲 从相关制作 到剧情的看点 以及整个实力派的主演阵容 都无疑是喜欢家庭剧的朋友们 最值得期盼的作品 在过往诸多的家庭题材剧中 既有都挺好这样聚焦 原生家庭题材的作品 又关注中年女性 关于职场和婚姻的熟年 但真正以母女关系 为主视角的作品 其实并不多 因此 承欢记在以女主成长 以及所面对的亲情和爱情 诸多纠葛问题 为主线的家庭剧 无疑又多了几份 不一样的看点 并且承欢记的导演是天宇 一味算年轻 但却有着丰富的指导经验 借一手打造过诸如 在你的冬天里闪耀 等一种黑马口碑 加剧的实力派导演 对于如何讲述好 一个关于家庭 亲情和爱情关系的故事 有着极高的水准 再加上李精灵 武香灵 胡小玉 三位编剧的助力 无疑让承欢记在剧情 制作上都不会让我们失望 再者 在相关的演员配置上 承欢记也是实力满满 颇具竞争力 女主杨子不用说了 绝对的颜值演技 兼备性小花 作为同期演员中的佼佼者 也是为我们奉享了诸多的热剧 古装 都市 家庭 包括悬疑等各种题材聚集中 杨子均有着上家的发挥 尤其是杨子刚收官不久的 长相思 可以说在整个暑期档 独领风骚 无论是讨论度 还是口碑上 都表现亮眼 在一种可圈可点的演技派当中 在众多的古早老旧的剧情当中 成功脱颖而出 这次网友们是彻底被杨子征服了 人民文娱对杨子的演技 也是非常的肯定 单独做了一期专访 从战长沙 嫁有儿女 到亲爱的Ride 长相思 他在不同作品中 呈现出丰富的角色形象 长相思能够保持高度的热度 也与杨子的出色表现密不可分 可以说杨子真的一直陪伴着观众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 枯燥无味的夏天 作品才是演员的底气 只要演好每个角色 观众都会看到 这么多年 娱乐圈中也不断有新的小花们 进入大家的视线 而杨子在这样的环境中 仍然能够保持活跃 并且不断推出热播好作品 而杨子这次 继于生情多指教后 再度出演家庭治愈类型的作品 从相关路透中来看 个人的状态 以及对于角色的代入和驾驭上 也都变得更为优秀和细腻 值得大家好好期待 男主许卡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气小盛 颜值戳中 个人的演技实力也是不俗 尤其是近两年挑战了更多 不一样类型作品和角色后 对于人物的把握也是更为精准 前有艾德尔巴定律 后有雪莹领主 个人的综合实力与抗拒能力 也是肉眼可见的提升 这次能搭档杨子 对于许卡而言 也算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毕竟两人颜值匹配 有着非常足的CP感 不过单论作品里的表现 和受到的认可度 显然杨子要更好一些 在杨子的超强望男演员属性下 相信许卡在诸多的对手心下 整体的表现也能更为的优秀和出圈 除了两位主角外 余下的阵容里的牛俊风 许灵月也都是公认的颜值实力派 各自在剧中的表现 更都是非常出色的存在 尤其是牛俊风 更是家庭题材剧中的常客 有着丰富的诠释经验 能给成欢季带来更多的看点 当然了 还有何赛飞和吴燕树 两位绝对的实力派 在剧中分别饰演杨子的妈妈和外婆 与杨子有着不同程度的对手戏 其表现也是非常值得期待 因此再还没杀青 成欢季就已经有着 如此高热度的情况下 相信在杨子和徐凯 各种甜蜜片段曝光后 相关的剧集 人气还能更高 这无疑也是为后续的开播 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也不愧是被不少网友称之为 家庭剧青天花版的佳作了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